好 再来又看到这个离谱的画面 之前有民众开车行经国道1号北上林口路段 当时呢 车子不少 但是民众往外一看 居然看到了 路间有一辆U-bike骑得非常的快 超车过去 警方前往现场栏查 才发现呢 这名骑士误闯 而她是一名男飞机女子 一次是因为导航设定错误 再加上路况不熟 才会不小心误闯国道 晚间7点多下班时段 国道上车流涌色 但在右侧路间却有一辆U-bike 沿着下坡路段呼啸而过 离谱的是车速比旁边的汽车还要快 一辆辆都被她超过去 一旁的驾驶统统看傻眼 很危险啊 就算是路间感觉也不太OK吧 我觉得就跟之前导航没注意一样 就是设定成那是车就开上去了 担心她也担心那个驾驶导航系统 可能也是个问题 我们没有想到 我们没有车车车车车 我不知道是否还能够 我们真的不知道规则 这样的夸张画面 就发生在国道一号北向37.7公里处 在台湾工作的24岁南非籍女子 租借了共享单车 一次导航设定错误 结果不小心骑上国道 只是在车流繁忙的高速公路上 单车骑在路间实在是很危险 让募集民众捏拔冷汗 现场沟通后 由公路段协助排除夏林口 那该骑士已违反 道路交往管理处罚条例 第三条第四项 并当场依法自担举发 而这样的状况已经不是头一遭 去年在同样路段 也有男子骑着U-bike 闯上高速公路 这回又有外籍民众不慎误闯 违反规定最高会吃上6000元罚款 好在都没有发生意外 记者头一声令一声新北市报道